大家都知道,当初在詹姆斯决定离开骑士的时候,他将何去何从是当时联盟热度最大的话题,毕竟詹姆斯联盟第一人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,几乎所有球队都想得到他, 甚至当时一度传出修斯多火箭队被促成章姆斯加盟,愿意透支自己未来资格可交易的首轮签来加入联盟第一人的争夺战,大家都知道选秀权对于一支球队来说,意味着新鲜血液和交易筹码,一支球队若想长期稳定的立足联盟,需要有今有出道和自我造势功能,足可以看出火箭队的态度,真的是下睡本了, 而球迷们也很看好詹姆斯加盟火箭,自从保罗加盟后,火箭可以说是火力全开,哈登更是长长风神,内线加上卡玄加石,火箭的整体实力还是很强的,这些正是适合詹姆斯的,詹姆斯需要加入这样一支队伍,来继续自己的总冠军之路,火箭的优势就是哈登的进攻能力, 保罗的组织能力和卡玄的内线杀伤,劣势就是小前锋还不够强,詹姆斯正好弥补这一缺悍,论丹大,詹姆斯的突破,哈登的碰瓷,保罗的中距离,这都是联盟顶尖水平,不敢想象,要是三个人同时在场,对手将如何应对? 那么,詹姆斯为什么放弃本身实力已经很强的火箭而选择于篮球队虎人呢? 对于这个问题,詹姆斯终于说出了答案,詹姆斯表示自己最初却是很认真,考虑或要加盟火箭队,想过和自己好兄弟一起打球的可能, 幸,他的确和保罗一起参观了休斯顿,并且为自己的儿子挑选学校,但是最终詹姆斯还是选择了虎人队,他的理由很简单,我想要接受更大的挑战,确实,年轻球员众多,经验不足的虎人对于詹姆斯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挑战,总观虎人的阵容,内线空虚,外线法力,放线兰德尔和洛佩兹,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, 而龙多,史蒂芬森,比斯利等球员的外线能力又不堪重任,英格拉姆,库兹马以及球哥则还需要时间成长,新赛季的虎人面临问题很多,而且西部不同于东部,有事就不说了,火箭,雷霆,爵士,马刺,随便一个球队都是虎人面前需要翻队的大山,搞不好,今年连总决赛都进不了, 最后,小编只想说,新赛季的虎人调教好了,或许会有很强的战斗力,但调教不好,或许会引发内部矛盾,而目前虎人对需要做的就是积极培养新秀,打造适合球队的战术体系,这样在未来的二到三年内或许有机会冲击总冠军,祝老财好运。